请排湾族代表 来喊可怜好不好 我还没有喊起立 你们都已经起立了 好谢谢 我是排湾族的 我的上帝名字叫阿丁梦 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当中牧师传道有几位 我会送给你们一本书 就是福音与文化 如果我们的学员不很多的话 有的已经拿到了 没有的才告诉我 这本书对以台湾的台湾人 台湾汉人的红食习惯为主的一种宣教方面的努力 它是提现给台湾长老教会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位的牧师 是宣教牧师叫做Hughlich是送给他的 那么为了大家方便我不得不用满大人的话 曼大人英文的曼大人就是满大人的意思 因为外国人听这个满大人讲这个北京话 所以他们英文就用这个曼大人就是满大人的话 你问那个贵牧师 因为当中为了尊重原住民我们的学员的 所以的这个沟通上的方便 我不得不用我不大喜欢讲的这个北京话来讲 满大人的话 因为我讲何若惟是相当漂亮的 等一等念一些这个何若惟的诗给你们听 你们就知道 好那我的 我们的这个这个教务 教务长给我的题目是台湾族宗教 其实这个题目研究一辈子都研究不完 当然了包括原住民的宗教很可惜 现在原住民的宗教 我们的宗教是剩下一些民俗方面的东西 但是你们要一定要努力保留 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通通毁制掉 其实耶稣基督的宗教不是要废除 消除我们每个种族的文化 请你们记得 像那个最近那个陈局市长 他为了要举行这个试运会 高雄的宗教已经过去了 他解除这个台湾人在学习一千泰鱼 三泰鱼的武装 把他解制掉了 让他会骑Scooter上台表演 那这样的三泰鱼已经没有魔藏了 那一点这个后面的这个魔术的背景都没有了 变成一种民俗活动 这个不错啊 不错 希望原住民的一些舞蹈 一些舞蹈一些礼俗 把它解除这个魔藏 魔鬼的魔 也可以当做敬拜上帝的用途 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其实Christmas里面的记号 圣诞老公公还有那个圣诞室 这是拉丁民族的这些民间信仰的东西 你们想想看嘛 圣道人老人是胖胖的 他胡子像我这样是头发都白了 胡子也白了 比我更老 但是他穿了红衣服 他到了12月24号晚上 因为他是一个胡神 跟台湾的土地公一样 他专门撞那个烟窗 他不从这个老头子奇怪的 他不从正门进去 撞烟窗 还烧着火呢 烟窗的洞可能小小的 那么他长得这么胖 能够进去还不会被烧死 除非是神以外不可能 果然他是神 因为Santa Claus根据很多人了解错了 以为说是从这个芬兰 从什么那个过来的 这个完全都是一种故事 真正的燕源跟圣诞节有关系 因为基督教在公元第四世纪313年 23年正式被承认为国家宗教 命令这个国家宗教以后呢 很多这个拉丁文化都进入基督教里面 特别是植物崇拜 植物崇拜就是这些冬天不漏夜的 冬天不漏夜的 活得很很久 几百年的事很高很壮 很壮 而且Eva Green 叶子冬天还是永远的长青 这一种速度变成神 台湾的那个钱啊就是这样子 松树啦 咖当秋啦 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基督教进入拉丁世界以后 这一种调调 民主的调调 没有办法一下子放弃 因为植物崇拜是他们一种Fertility 拉丁社会的这种生产 生产神 没有拜他好像鼓舞就种不好 羊就养不好 所以这个调调基督教也给他接受 好吧 那么就在太阳神的生日那一天 你们可以以前可以用这个事 把它解除武装啦 不要迷信 把这个记号拿下来 当做Christmas用途 我告诉你们 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12月25号啦 全世界的Christmas 至少有三个 你们知道吗 这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应该知道 东方正统教会1月6号 拉丁文化的世界12月25 阿美尼人教会好像是1月22 还有一个1月7号的 都是在做这个耶稣的生日 所以耶稣真正的事实是哪一天 我坦白告诉你 我当一个牧师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因为基督教被破坏300年 谁去记得耶稣什么时候诞生嘛 是变成国家宗教以后才有 好 那么这个Santa Cross就是Misra 拉丁宗教的福神Misra 所以他在他的生日的前一天 送了很多礼物给穷孩子 那专门不从正门进去 从撞烟窗 因为Misra是个光明神 是个火神 不怕火啦 烧不死啦 所以带了很多东西 从那么小小的洞的烟窗进去 也不会变黑 也不会被烧死 送礼物给小孩子 但是你东西要放在那里 放在那个袜子 一个长袜里面装在里面 那么这种记号 各自12月25日就变成 变成Misra的正式的生日 叫做Christmas 以前是Misra Misra Mas 不是Christmas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 一个基督教把他接受过来 好吧 那个节日里面继续用啊 但是解持武装 变成耶稣的 今天也是单身的记号就好了嘛 好 那这样大家都明白啦 表示基督教很勇敢啦 人若在基督里会变成新造 基督教一到每个地方 不必废持其他人的文化 我来不是要废持立法与先知 犹太教的经典 我来是要把他成全 这是耶稣说的嘛 所以他要根据我们各族的文化 把他成全过来 我在这里顺便谈一下 原知名的跳舞 往往是打圈 双手 双手这样交叉 打圈 这个运动啊 从宗教象征里面来说 你们很尊重蛇 这是蛇的运动 蛇图腾 图腾舞啊 因为交叉好像蛇皮一样 蛇皮一样 你们认得出来吗 打圈 打圈 这是一种 snake totem totemic dance totemic dance totem的跳舞的记号 你们跳舞跳 那么几百年了 还不晓得这个奄言是什么 台湾部族当中最尊重百步蛇的有两只 排湾族 跟卢凯族 卢凯族 卢凯族多了一个百合花式 在这里有这个排湾族的我们的传道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跳的打圈 这个跟蛇的运动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你们看到美国的印第安人吗 印第安人跳什么舞 组长 对他是Apache 对不是Apache这个组是老鹰 以老鹰为图腾 所以他球长戴的帽子是老鹰 老鹰帽 那球长手也要绑了很多 一展开好像老鹰的翅膀 他要去战争 他要去打类 一定要跳这个土田舞 他的土田舞就是原地 我跳给你们看 这个一展好像是老鹰 是这样子 是不是 老鹰在飞的样子 他是一种Totum Glance 所以看到他们跳舞不是遗乐哦 他们的跳舞是一种宗教记号 宗教记号 那么澳洲有一种叫Lizzer 这个四甲爪 他的土田出那个很大的四甲爪 他的跳舞就是模仿那个四甲爪 在土地刷在地板 才能够抓那个土田去吃 所以这些都有记号 那这些记号没有关系 上帝允许你们保留这个记号 把它转移解除他的魔掌 魔鬼影响那些巫术 会变成基督教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让大家很快乐 很愉快的记号 这个不错嘛 好 这先讲的一些做前提 好 那么在还没有进日本 本主题以前 因为这篇文章两个小时是介绍不完啦 所以谈一些比较重要的 比较让你们能够有印象的 你们知道今年国民党说 他们庆职中华民国一百年 其实我告诉诸位 这就是骗骗骗的一种做法 真正中华民国的开国的时代 台湾跟中华民国是没有关系的 日本在占领台湾 把台湾跟澎湖完全送给日本 当然是清朝 那清朝是1895年 马关条约以后 完全将台湾跟澎湖给日本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好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时间 什么时候 是1911年10月10号 是不是武昌起义 这个人的革命没有一次成功 十次革命 十次失败 所以他说他中华民国是他建立的 革命尚未成功 怎么建立中华民国呢 还没有成功 所以1911年10月10号 台湾跟澎湖的领土是谁的 日本的嘛 所以很不建设 说孙中山是台湾的国父吗 没有 是他们国民党的党父啦 党父啦 他乱讲 这个概念你们要知道 孙中山当过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他是以南京为中心的 但是当时中国的北方的势力很强 谁最强 袁世凯 所以他当了三年的临时大总统 这个都有历史根据的 当不下去了 没有钱 给日本借钱 以中国的这些大的企业的东西 以国土为抵押 日本也不借给他 最后让位的袁世凯 正式在1912年元月1号 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任大总统是谁啊 孙中山吗 不是 袁世凯 所以你如果要有国户的话 是袁世凯比孙中山更有资格 我这个观念你们要改过来 孙中山什么时候死掉的 1925年 孙中山为什么会被称为国户 是1940年蒋介石一个行政命令 所宣布的 所以那个时候孙中山已经死了15年了 他有资格当党父啦 国民党的党父 没有资格当中华民国的国父 这个观念你们也要记得 好再来 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是谁委托来占领台湾 马加萨 远东区的司令 麦克阿瑟 是给中国吗 也不是 因为他委托蒋介石 来 来占领台湾 接收台湾啦 接收台湾 但是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了 他把1949年差不多等于 内战等于都 这个国家都没有啦 1949年1950年完全逃亡 来到台湾 没有国啦 没有国啦 勉强 受了美国的长腰 维持到1971年 那结果就完蛋了 所以根本 在国际上没有人会承认 有这个中华民国的存在 到了1977年我们教会 台湾基督章大教会 很不怕死 发表一个 一个人权宣言 促使台湾成为 新而独立的国家 不得了啦 得罪了国民党 那硬说他有国 所以中华民国一百年是骗人的啦 骗人的 再来 中国国民党非常邪恶的 我当一个牧师骂人邪恶 是有根有记的 因为我是研究宗教署的 他用两个宗教 两个政治化的宗教 来麻醉台湾人的人心 这个我不讲不行啦 第一个宗教是儒教 儒教有两种 一个是国家儒教 State to Confucianism 国家儒教是政府出钱盖孔庙 用我们的税金喔 孔庙坏掉了 维持费也是我们的税金维持的 你是基督徒 你还要出你的税金来维持孔庙 祭孔大典是教师节 9月28日利用这一天 他所用的offerings 生理生理 台湾人不敢用的牛都用上去 牛羊 牛羊 牛羊猪 三大生理 还要跳815 这个815是 国中老师 国小老师领导的在各縣市 各縣市 跳的一种815 在祭孔大典当中在表演 那么这一种年年几行的祭孔大典的祭司长是谁 当然是总统啊 总统不能出面在台北孔庙 内政部长要出面啊 那其他各縣市有恐妙的 就是县市长为当然的祭司长 那做这种政治败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挂在小学中学大学礼堂上面的几个字 特别是礼义廉词 礼义廉词是族家思想 那国家族教特别用这个东西来麻醉我们的学生 结果交到现在已经66年了 中国人到台湾来占领台湾 今年已经近日66年了 如果你一年子这个国家族教的东西有用的话 我们的孩子很有礼貌 很有情意很有公义 很有廉词感 不会外割啦 不会卡油啦 很有很有很支持 但是交到现在是无礼 无义 无怜 无辞 特别无辞的就是说要633 那个马英九最无辞 所以只有礼义年 这没有用嘛 这种国家族教对台湾的影响力没有用 海来还有八德 这个我不讲不行 但是用这个宗教在麻醉我们 八德当中的第一个字 是违反民主国家的观念 宗 孝 仁 爱 心意和平 民主国家不讲宗的 如果民主国家能够讲宗的话 是公务员 军 公 教 人员 宗于人民 宗于土地 不是宗于国民党哦 宗党爱国这是不对的哦 你要用宗就是领我们的税金 我们所请的公补 要宗于人民 宗于土地 结果它不是宗党等于爱国 爱国等于宗党 党库等于是国库 国库等于是党库 一样的 这个很不对的哦 民主国家讲责任 责任政府 责任公民 我们有投票权 所以有基督徒说 政治跟宗教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怎么是没有关系 你们是民主人啊 选举的行为就是参政的行为 因为国民党的宪法规定 我们有四权啊 选举罢免创制扶决 那他们呢 这个政府 我们说请的公补有五权啊 行政院行政立法司法 考试监察 监察院最没有用的那个 著称为王盛远的那个王建玄 教一些不三不四的 你监察院长做不好就完了 教人家怎么 怎么性关系的知识 要怎么样才那个生小孩 这种东西非常低贱 还可以当监察院长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你好好的做你的监察院长 不要哄耶和华的名在 在吓唬人家 最近人家批评他说 你为什么随便公器失用 他还发表一个声明 还把耶和华的名 通通拿出来啦 耶和华的意思是西伯来文 意思就是足 万子之主叫做耶和华 这是无事的 但是L只是一个主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有一个认知 用这个东西来麻醉我们 最厉害就是笑 我们知道儒教讲笑 国家儒教也讲笑 不过国家儒教的笑把它换政治化 每个人都不会反对 但是他讲笑有政治意义在里面 他叫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它换政治化 这个笑的换政治化 中华社会就开始 我信懂的 我只有看顾我信懂的 你信息的 只有关心你信息的 将来我信懂的当总统 老子当总统 儿子也要当 蒋介石当总统 蒋经国也要当 所以政治的家庭化 经济的家族化 这是Familyism 这个儒家 这种国家宗教的运作 就是不允许别人 来占我的权利的位置 儒家就是怎么样 所以以国家定位来说 我们所看的所谓中华民国是家国 请你们记得是家族的家国 是党国 他用这个国家儒教在进行一个江山 一个天下 家天下的家国 孔子的影响 很厉害喔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用我们的税君 维持一个大乘 大乘至圣先师奉士官 孔德乘已经死掉了 现在还有呢 领什么薪水 领院长级的薪水 只有五院 多来一院 国家儒教院 还有车子给他用 还有述从给他用 都是我们的税君 国民党维持这个 祭孔的 祭祀观的目的 就是把一个国家变成家国 家国 所以美国一位教授 Joseph Eiktagawa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他就分析 奇怪了 这个华人社会的所谓的democracy 很怪 民主 民主政治很怪 都是一种familism familism political understanding的一个state 家国 把国家变成家天下的 所以他只有天下 只有江山 没有外国人所谓的nation 这个观念我们也要知道 没有nationalism 只有familism 政治的political familism 没有真正西方所谓的nation的观念 没有nationalism的观念 因为 教我们去祭孔子 去拜孔子 要把他的政权加天下 你反对他不行喔 把你抓起来关 现在比较好一点 已经不敢这么做 这是最厉害的一个 表面上说 政教分开 其实养一个国家儒教 被麻醉人行 教宗教孝 完全是犯政治化 这个我们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家国的由来的基础 还有一个最影响基督徒 让我们的信仰 信仰说信不清的一个手段 就是把一个政治意识形态 也是宗教化 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宗教化 我首先来替宗教下个定义 我是讲宗教署的课的老师 宗教的基本条件要有经典 有教主创教人 这是他的条件 有经典 有日会礼 还有信徒 还有神观 还有世界观 还有周末论 好 在台湾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中学高中大学 我们在读国父遗教 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一 每个月的一个礼拜 要在中山堂 向孙中山敬离一级公 二级公 再级公 再级公 三级公 皇帝崇拜 这个等于告诉我们 他把三民主义宗教化 所以台湾有三民主义教 国民党教育里面 用他的三民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绝对化 把他宗教化 来教我们变成移民 你要当校长 你要加入国民党 你不加入国民党 你不能当校长 不能当议员 不能当什么 这个只有我家的 我家的党 你才有机会 你不加入党 没有机会 党国就从这里开始 不是只有家国 好 那这样分析 所以就让我想到 我小时候念书的情形 我每一次在这个演讲 都会讲到这个 我念了三年的日本教育 第一年是Kindergarten幼稚園 幼稚園念今天的那个北亚丁就是 岩城教会的幼稚園 我的校长就是李选哥牧师娘 这个 我们很多都不晓得这个老牧师 李选哥牧师 这个胖胖 李选兄到时候的妈妈 第二年我七岁就念国小一年级 念高雄市的叫做一多岁国民学校千岁国小 现在变成河滨国小 第二年级就跑 美国会计到高雄来空袭 很厉害啊 我的家差一点就被破坏掉 赶快半夜 就没车堂车坐车 疏散到那个人物的观音山避难 我的父母就在那个时候生病 就死在那边 所以我八岁 八岁就没有父母亲 就是因为疏散的缘故 好 我战后呢 就开始信耶稣 因为我的姑母把我带去养 九岁 从三年级开始读 开始信耶稣 但是开始信耶稣 哇 有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经验 我念日本国小的时候 每个星期一 校长教务主任 火球先生跟这个教务主任 他要领导这些小学生 要向东方做个拜拜 因为有皇帝崇拜 天皇 昭和天皇 是神 要拜这个昭和天皇 向东方太阳 那方面 最近离九十度 叫你起来 你才能够起来 然后念那个皇帝的赤儀 奉帝提古 你们当中可能没有比我更老的人 我已经七十 我满七十四算七十五十七岁 我印象很深 像东方太阳 禁离 阿玛特拉斯奥米卡米 禁离以后 然后 校长先生要打开这个皇帝的词语 要这样念 禁 我摸你 我把它咕嗦咕嗦 禁就是皇帝的著称 皇帝要念这个词语 不能練錯 練錯 校長就會降級 練完了 我要到教室去 要喊口號 我記得兩個口號 我的印象最深 第一個口號 有點人類路得起 買得到 我們的國務 國務總理在這裡 有點人類路得起 買得到 有點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肯定是注意 人類的對決 美國跟英國 人類的敵人 美國跟英國 我要喊這個口號 因為日本跟美國英國戰爭嘛 然後還要喊一個口號 天皇陛下萬歲 天皇陛下萬歲 然後才開始督術 那我戰後的時候 開始念這個漢文 很簡單的三字經 沒有課本可以練啊 從那個三年級開始 人之初先分生 成雄金 成雄萬念這個 還有一本教科師 我印象很深 人優二手 人有兩隻手 一手五指 五手 兩手十字 自有十年初心 年來五年來來去去念這個 我還念不到半年 突然間 啵啵啵啵又來了 但是 啵啵啵來的時候 開始 我又發現到 怎麼搞的呢 我日本是在 向東方拜皇帝 那現在一個新皇帝 怎麼又跑出來呢 孫中山的像 掛在前面 那我們進中山堂 唱了黨歌 台灣沒有國歌啦 三民主義無當受眾 那是黨歌啦 以黨歌為國歌 這實在很亂來啦 唱完了 要向孫中山 著稱為基督徒的 一級公 再一級公 三級公 還有念 新皇帝的次儀類 以智利 國民革命 凡事是連其目的 再求中國自主的平等 你們都有這個經驗 我小的心靈 馬上有個比較 說奇怪啦 我們不是換個朝代嗎 語言不通而已 怎麼又是皇帝崇拜呢 蔣介石生日還要唱讚美詩喔 打台中華 呆子仙人 這個這個 孫中山生日還要唱讚美詩喔 我們國父所穿革命 原來啊 用這個三民主義教 在麻醉我們 說你被黨國統治啦 所以三民主義教的教主 從這個分析裡面就知道了 孫中山 三民主義教的聖經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教的這些教條 國父儀教 三民主義教的信徒 國民黨員 三民主義教的日會禮 加日國民黨 我從來都沒有加日國民黨喔 我當兵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人家要叫我加日國民黨 我贖的 忌決 你們如果在軍隊加日國民黨 可能是最大是指導 副道長 指導官 叫你們去加日 我不是喔 我這高怪人喔 贏 贏指導長叫我去喔 董方燕 你是優秀的戰士 來加日國民黨 我們國家有前途 我就很調皮告訴他說 對不起 我現在是神學生了 我是基督黨 台灣怎麼有基督黨呢 我們的蔣總統 他就立正啦 政經 是不是基督徒 是啊 所以他也是基督黨 我也是基督黨 我不能在加日黨 他就不敢講了 好好好 你回去回去 所以我一輩子都沒有受污染 我不是國民黨員 所以我不是三民主義教的信徒 再來三民主義教的神觀是誰 當然是孫中山跟英明領袖蔣介石啊 蔣教蔣總統都要立正 這個跟皇帝崇拜是一樣嘛 還有三民主義教的世界觀很窄 只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不統一全世界很窄 所以這種三民主義教 影響我們的結果 變成你要愛國嗎 好 你愛國要愛黨 黨國不分了 黨國不分 好 我講到這裡你們就知道 我們的努力就是消滅家國 這個邪惡的政府的家國 江山 消滅黨國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台灣的新台灣國 所以台灣的華麗建國 你們花時間坐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努力了 六十幾年來受到這個政治污染 這麼厲害 我們都沒有行 所以我在上這個課以前 我第一個就表明 我所要講的 就是台灣人尊嚴的一個國家關聯 從這裡先講 先輔導 然後我再進日本 所以這樣大概大家已經清楚了 我們是活在一個 一個沒有國家狀態當中 來做公民 我們更沒有資格做citizen 但是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citizen 一個公民 所以話又講回來 台灣目前所存在的 就是一個家國江山的政府 一個黨國的政府 所以他的江山不容許別人去戰 阿扁啊 陳水扁 很不幸的當了八年的總統 一下台就被馬英九關起來 因為你做總統 這是我的江山耶 這是我的黨國 怎麼台灣人可以做啊 台灣人做都該死 沒有罪 要把你弄成有罪 全世界沒有像這樣一個政府這麼邪惡 對阿扁很可憐 他是戴罪羔羊 連李登輝對國民黨這麼有貢獻的 你看十幾年前的事情還把他起訴 誰起訴他 馬英九啊 連那個宋楚瑜 十年前的新票案 再翻就案 給你告上去 所以宋楚瑜現在出來選 我告訴各位 你們放心好了 國民黨的馬英九不會上了 如果是按照正規的選舉的話 他根本沒有機會 大家都看出來了 這就是黨國 家國的一個邪惡面 不容許別人侵佔他的江山 因為他把一個Nation 一個國家 當做一個自己黨的一個財產 其實阿扁很可憐 台灣人當了八年總統 國委都是國民黨繼續控制 民生法案那麼好 都不能通過 為了保護台灣的這些武器要買 七十幾次通通當掉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所制的一個 一個政治狀態 我們要醒醒的 不但把這個Message 自己要吸收 要把這個信息 能夠影響你們的朋友 你們周圍的人 所以我們已經辦了 第二十屆的華理建國 我很少用北京話 滿大人的話來演講 因為我講得不好 所以為了溝通的緣故 用這個話來講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原志民至少 法定的語言有十三種 為了溝通 不得不用這個話講 這個跟印度一樣 你們知道印度有十四個語言區 十四個語言區 它的方言幾種? 一千種以上 所以這個國家獨立以後 建國以後 不得不用英文做它的 所以我也不得不用滿大人的話來講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的故補話 我也希望你們 原志民的朋友 是上帝最愛的 最疼愛的 他的兒女 你們很聰明 你們有很多恩賜 你們很重要 不要有自卑感 千萬不要有自卑感 你們要參與台灣未來的建設 要把你們的族群的文化保留住 才能夠榮耀上帝 把它毀滅 這個不行 所以基督教也有責任 基督教要一進日 原志民的社會 因為原志民即一進日現代化 好像這個東西不行不行 對啦 像這個華人在吹牛 說回復中華文化 都是騙人的 回復中華文化的人 都穿西裝 戴領帶 這是中華文化嗎 這是西方文化啦 因為這個文化比較好 所以我要改過來 同樣的耶穌基督的福音 能夠成全其他不良的文化 所以我們接受他的福音 來做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要改造 也出來不是破壞我們的文化 就要成全我們的文化 這個觀念啊 大家都要清楚 好 我來進日這個本題 應該時間也差不多再十分鐘就休息了 剛才我所講的你們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繼續來分析 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告訴主委 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 是用江山的觀念 用家國的觀念 用黨國的觀念來統治我們 所以不容許到現在 還不容許別黨跟他競爭 跟他競爭 他竟然給你醜化 跟你罵 不真實的東西 他都給你挖出來 國民黨的文化是騙騙騙 自己跟黑金掛鉤 你看 馬英九跑去跟那個黑道大哥 他說他很青年嗎 他的青年 他的青年都是假的 他說要實行633 沒有一樣兌現 我們活在一個 一個騙騙騙的政府 下面來當公民 實在是很不民主的 很不民主 那麼這些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自己的命運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剩下的 就是這一張選票 其他好像沒有了 當然 我們這個新台灣的建設 應該選票以外 坦白說 在世界歷史上 一個革命要成功 一個民主要獨立 還是要日本美國的幫忙 這個很坦白講 你們看歷史 都是這樣 孫中山的革命 你去念他 幫忙他最多的 吃錢最多的是誰 日本人 但是他抗日 很沒用心 忘恩又富裕 這個不是我騙你們的 最近有兩本詩 黃文雄先生 他所寫的一本是 國父以阿Q 你們可以去看 很便宜 在前衛指板社 還有一本 就是 辛亥革命一百片 他們說 一百年 他說辛亥革命一百片 騙了一百者 我現在在念 已經念一半了 非常精彩 你們應該去看 日本人第一個 一九零零零年 就有第一個 參加 匯州革命戰史的日本人 日本志士 所以日本人 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前後用多少 兩百億美金 以今天的錢來 來說 連那個台灣的總督 貴總督 俄裔 二郭元泰龍 俄裔也幫助孫中山 連台灣北部一個長老 叫做李春生長老 至少拿他一億以上 幫助孫中山 所以你們所念的 國民黨的黨史 都在抗制 都在反制 才是很無良心 很無良心 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孫中山到台灣幾次 你們知道嗎 啊 三次 那過目次應該 要跟你們說台灣事 第一次來什麼時候 一九零零年 匯州革命 失敗 到台灣來 帶來一群人來 當中他的隨從 好像汪精衛可能也來 原來汪精衛最有資格 接孫中山的位置 結果被國民黨打日漢奸的位置 很無良心 都騙騙騙 那麼他到台灣來 住多久 一個多月 住在誰的家 北部有一位很熱心的長老會的長老 一個大企業家 台灣茶葉之父李春生的家 但是這一群人來到台灣 沒有規矩不好 天天晚上喝酒 說要搞革命 因為日本人拿很多錢 不欠借什麼錢 給他搞革命 但是李春生的羊樓 在迪化街旁邊 一條街 二條街 第三條街 可能是 第二條街 就是港山老 洪化區 這一批人天天都去洪流 喝酒 洪流 李春生是一位長老會的 很熱心的長老 受不了 受不了 也不好意思講 他說表面上是基督徒 其實沒有 孫中山是很洪流的人 日本也有太太 還起了這個 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 一位牧師的女兒 宋慶林 宋慶林 宋家世的第二個女兒 宋家世是為理工會的 就是美醫美會的 氣得要命 脫離 脫離這個婦女關係 差了25歲 差了25歲 宋慶林差這個孫中山 差了25歲 強迫孫中山 把他原配在澳門離婚 所以這一段歷史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要好好記念 像那個 李孫生幫助孫中山這麼多 國民黨的黨子 知智不提 忘恩負義 所以他離開以後 孫中山1900年來離開以後 他第二次來是什麼時候 第二次來是1913年 已經往遠世凱 當了正式的第一任 中華民國總統 因為他在南方又搞革命 二次革命 遠世凱把他當作叛國傑 孫中山是叛國傑 要抓他 他又逃到日本去了 經過台灣 這次來台灣 住了大概半個月左右 李孫生接待他嗎 不接待他 他說你這個人被看破了 民國也成立了 總統不是你在當 你只有出去去找 所以他住在台北車站附近 一個賓館 你們知道嗎 其實住在哪邊 他不理他 好 然後又逃到日本去了 第三次孫中山什麼時候來 1918年 孫中山是1925年 肝癌氣勢在北京 那麼孫中山1918年來是經過 經過在台灣短暫的停留一下 當時的日本總統還是很履意他 他就跑到日本去了 還是繼續再搞三次革命 有三次經過台灣 但是住了最久的是1900年 好 那這些告訴我們 根本孫中山 以這樣的歷史定位來看 他不是台灣人的國父 因為當時他來的時候 是住在日本領土上 那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喔 好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也要釐清一下 李登輝 為了要切割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他不得不說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但是他沿用一個沒有辦法嘛 他在這個為政府的憲法之下 在宣誓當然總統 他說中華民國是台北京馬 只有台北京馬 他把它切割開啦 那最近這個 也許這個蔡英文他也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我心裡非常不平安 去問我的教授朋友 也是民進黨員 蔡英文怎麼說這樣呢 那這樣會被誤解 但是他是遵循李登輝的路線 所以我不得不這麼講 台盆金馬 所以未來這個告訴我們 台灣最麻煩的 我們要法理建國 最麻煩的就是蔣介石 把人家佔了兩個中國的土地 金門馬子過來 這我們也沒有辦法擺脫得掉 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 從事研究 那時候在要拿博士協會的時候 我就跟香港的一些學者 左傾的一些人談過了 你們中國要拿金門馬子很簡單嗎 但是我們不能拿 我們不能拿 中國不能拿金門馬子 因為金門馬子就像兩隻手 兩隻中國的手把台灣跟澎湖抓住 所以我們要拿金門馬子 以現在的這個軍力很容易 不能拿 我們才有資格說台灣澎湖是我們的 那你們懂了吧 所以問題的麻煩 華理建國的麻煩事 就是怎麼樣的擺脫 金門馬子這兩個中國的領土的問題 那這些順便告訴我們 當然啦 在休息幾分鐘的時候 希望原志民朋友也不要自卑感 你們非常重要請記得 在未來台灣的歷史上 你們要各族要相當的 要有住信以外呢 要有一個健全的信仰 再來呢 要愛台灣 愛你們的土地 愛你們的土地 因為你們有上帝給你們很多好的恩賜 不要有自卑 不要自卑 你們很聰明的 其實在台灣住上一兩百年的人 大家都有原自民的血統 包括我自己 我們不得不用漢信 用漢字而已啦 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 好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下個小時來講 我給你們的講義的這些本文 好 這樣休息就好了 好 這樣休息就好了 好 OK 好嗎 好 這樣休息就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